三、二、一 掌聲出貨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擁有無限的發展機遇 我們歡迎全球的企業家 來香港投資 發掘商機 實現合作共贏 一同實現高質量發展 發揮國際化優勢 是香港有志即興的必有之路 康莊大道 香港營商環境 在國際上享有盛誉 超過1400家跨國公司 在香港設立第七總部 特區政府近來推出了一系列舉措 更進一步的優化了政務環境 堅定的看多 看好香港 那麼原來如此 現在更如此 大的政治邏輯上講 一國兩制 背靠祖國連同世界 整個香港跟內地和國際的這種連通的 這種方便和便利 香港的這個自然環境和這城市本身 它擁有的文化和各種多樣性 我覺得incredible city 那麼我覺得香港未來的潛力呢 就是把現有的這個金融的優勢呢 進一步的加強 然後市場回來呢 它的這個發展就一定會很迅速 那麼另外一方面就是國際化的話 進一步把它的厚度做強 拓展東南亞一帶一路 我覺得這個潛力很大 特首的這個施政報告提出 對於香港的高等教育啊 這個有一些很重要的政策 我們一直在倡議的是說 香港可以作為一個國際教育的重心 那麼這個其實是非常容易做的 不僅是人才的吸引 對於這個經濟的這個成長 對於創客都有重要意義 人民幣國際化是很重要的 關於香港的貿易消費的方面呢 我的看法呢就是呢 我們國家現在提到呢 就是一個內循環 一個外循環 那麼內外循環 我覺得中間的節點就是香港 那麼變成了香港作為一個貿易中心 我的看法呢 它的地位是沒有變過 有兩種貿易 一個就是在外貿易 一個就是離外貿易 現在很多國企 它來香港開分公司 用香港的金融服務 然後開LC 然後做買賣 利潤擺在哪裡呢 當然擺在香港啦 香港16.5 簡單低稅制 所以香港很大的 離岸的貿易中心 這個就是第一點 那麼第二點來 香港呢 又了解內地市場 又了解國際市場 所以現在這些就是 全部香港的優勢 香港呢 仍是有很大的競爭力 因為我們呢 就吸引不單止內地的遊客 我們也是全球的遊客 來的錢出入又得 人出入又得 這些就是我們的優勢 我們來看 還是想想想想的 剛才 我們來看 你 我們來看